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PrintFriendly 这个网站是用来列印任何网页上您所需要的内容、图片、文字以及资讯 那话不多说,我们就来看看PrintFriendly要如何做使用吧 首先我们打开Google浏览器,打上PrintFriendly 进来之后呢,可以看到第一个 PrintFriendly and PDF 点入这个网站可以看到上面写着 制作任何网页友好打印和PDF 下面有个框框上面写着复制并粘贴网址 然后点击预览 这时候呢,我们只要另开一个新的网页 打入我们想要搜寻资讯 例如我们今天来查询苏美文明 假设今天是要将苏美文明的历史作业 那我们点进每日头条 里面有我们需要的文字、资讯、图片之外 可以看到这边夹杂了很多的广告 还有很多的解禁按钮 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说不必要的元素 在这份文件当中 那我们就可以复制这个网址 贴入PrintFriendly的网站里面 这边有个按钮上面写着预席 点进预席之后呢 它会帮你整理成文件档 这时候可以发现刚才的捷径按钮 广告、横幅、侧边栏 全部都消失了 只剩下原本内容所需的图片以及文字 有些的文字可能是您所不需要的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游标 放在您不需要的文字图片上面 会出现一个垃圾桶 点击垃圾桶 图片跟文字就会消失不见 像是这个表格 我们觉得不需要的话 点一下它就会消失 这个图片想要让它消失也可以点一下 这时候就可以删除您绝对不需要的内容 这个动作算是排版 保存您想保存的资讯 就可以排出您想要的样子 才不会造成整个文件是非常混乱的 只要删去这些不必要的东西及内容 保留所需要的就可以了 整理完之后呢 可以再检查一次 检查完毕就可以按下 上方有一个PDF按键 点入之后会出现下载您的PDF 点击下载PDF 再打开这个PDF档 就可以看到它变成一个非常完美的文件档 这个文件档就可以用来报告或者是缴交作业 这个网站非常适合在工作上或者是课页上做使用 因为我们要做作业或是整理工作上资料所需的话 很常会使用网页来搜寻我们所要的资讯 除了PDF的按键之外 上面还有列印 顾名思义就是您不用下载PDF也可以直接做列印 那如果您想要使用电子邮件来传送也是可以的 只要输入从谁的信箱传至谁的信箱 补充信息按下发送 就可以将您刚刚所编辑的PDF档 传给您想要传给的同事 同学或者是朋友 Paint Friendly的介绍今天就到这边 那记得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